回到家后 阿甘接了一个乒乓球拍的合作邀约 这个机遇不仅给了他25000美元的启动资金 更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为了帮助已故战友完成心愿 阿甘带着所有积蓄来到巴布的故乡 那是一个以捕虾业闻名的小镇 他用剩下的24562块4毛7分 买了一艘全新的捕虾船 准备开始他的捕虾生涯 起初阿甘的捕虾之路并不顺利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即使每次捕捞的虾只有寥寥几只 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提醒他 船只需要有一个能够带来好运的名字 听了这些话后 阿甘深受触动 便为船只起了一个对他意义非凡的名字 珍妮好 这个名字不仅承载着他对珍妮的深情 也代表着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清晨的海风划过脸颊 阿甘像往常一样独自驾着珍妮好出海 却在码头上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定睛一看 那竟是他的老战友单中卫 阿甘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兴奋地从船上移跃而下 单中卫被阿甘的信件所打动 于是决定和他一起出海补下 但两个毫无经验的新手 却在这个行业难以立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